《奇案》的短片頻道 亦與藍秀朗、藍秀朗兄 大家合作做一些關於罪行的短片 即時、短時間 大家可以吸收一些資訊 娛樂、經歷和恐怖集於一身 而小弟亦會監製一個短片 我不會聲演亦不會出鏡 我會監製和寫稿 講一些在加拿大本土發生的兇案 大家可能會說 加拿大很健康 和平的人又左膠又塵 大愛包容怎會有兇殺案 大家有所不知 即使在我們BC省 Vancouver這些人熱地靈的地方 在去年曾經發生過一宗兇殘案件 有一個中國年輕女兒 小女兒 十三、四歲的中學生 放學時被一個ISIS的 不是ISIS sorry 這是敘利亞 敘利亞的新移民 在Bernaby 殺了 罪行未必不在這些安全的地方發生 反而亦有些很嚴重的兇殺案 在這麼平和的地方 醞釀了出來 加拿大本土的案件 我亦會開始盡量資料搜集 一些調查 以及重新再寫稿 用我的方法說出這個故事 亦會在南手朗興的Youtube 恐怖頻道 罪行頻道 一起灌溉它 加重養分